培训师 咱们培训师我们这边 你是吧 还有别人想培训师吗 你们知道啥叫培训师吗 我先特别想问一下 培训师多少钱一个月 我曾经也想干过这个机会 起估价至少一万吧 然后还有提成 最高的能拿到多少 最高的一产下来能拿到十几万 你能拿多少 我大概拿个几十万 张萌一次演讲多少钱 你现在经常演讲 对 最高报价到六十万一小时 那我问一下 小灰你要是请他们来 就做培训 你愿意出多少钱 反正六十万我肯定是不出的 一场 一毛钱都不出 那我真的说一下 我想这么说一下 我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一下 就是培训师这行业 因为刚才张萌老师和杜子坚老师 他们说的其实不一样的 就是一个是演讲 一个是培训 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那么像刚才张萌老师和杜子坚老师 通常是演讲 那我想这个培训师 可能是一天要上一整天课程的那种培训师 而这种的叫职业培训师 这种职业培训师是按天来计算的 而按天来计算的话 如果是一个入门级的培训师 其实是从一天 八千一万可能是起步 然后好的很专业的 大概是能够做到七八万小十万 我觉得这已经是国内非常好的顶尖的培训师了 你愿意做是吧 行 那我就别试试 那你也行吗 对你可以试试 我们增大那种应重应重 现在培训师和讲师这个行业 在很多年轻人的心目当中 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一个职业 能证明 能证钱 而且还能够证资源 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岗位 本身是误读的 做一个培训师 远远没有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 培训师是那种伶牙俐齿 口菜担当啊 我觉得我可以 我就是回不行 没问题 回也不影响 完全不影响 现在都直播了 我们派出的就是徐璐 沐总你定了吗 我们派出这个绝带出交 王强和王妍 来 上堂王妍 男25岁辽宁人 东北电力大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他的月薪为什么有一个是零呢 他给自己的月薪写零 他就不太适合做讲师 他不能像老杜和张萌一样 自己炒自己的价格 对不对 他说零谁还请他 我觉得特别好 比他们两个实在很多 第二份简历是徐璐 腿部残疾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 这个身体有残疾的人 他往往语言的表达能力特别强 而且很有感染力 对 而且你看他做销售 做这个讲师 都是在这个教育行业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表达能力 我也猜应该是比较强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亮点 是他的纪实长篇小说 被人民出版社评为 中华励志熟悉 这种我觉得是叫千里挑一的亮点 就是每个选手 要把自己的亮点说出来 你看利总 就是优秀企业家 夸我们的人 那这就是优秀 既往不救 来 我们看到第三份简历 这份简历非常厉害啊 这个叫王强的女孩子 23岁黑龙江人 哈尔滨学院本科商务英语专业 他说他自己是行走的 鸡汤输出机器 最怕这种人 我就说像这种鸡汤和输出鸡汤的人 有的时候听起来特别受用 但是你会回头心一想的话 就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对鸡汤 有这种误解 是因为觉得鸡汤没用 但没用的本质是 你没有执行力 对对对 对吧 甚至不可能靠读本书 靠一句话去改变 我觉得其实讲师 首先你要自我打鸡血的能力 偶尔的鸡汤还是要的 偶尔鸡是要的 我说一句话 大家听一下是不是鸡汤 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被需要 这是鸡汤吗 是 肯定是啊 是鸡汤 其实还有 这必须 这为什么是鸡汤呢 这并没有那种打鸡血的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现在是很多人 把鸡汤妖魔化了 我觉得鸡汤 它本身就是在我们心里 需要这种 比如说营养给予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发鸡汤 鸡汤你做了 它就不是鸡汤 如果鸡汤你只看 那就是鸡汤 三份简历 经过十五位企业家充分讨论 各自心中也都有了 心仪的招聘对象 逃票结束 两位登台竞聘的求职者 也呼之欲出 我们这个真正的老师 就要被毕业掉了 我们这边就是我们陆姐 大家有没有信心 加油 郝翔加油 加油 因为你过去的那个销售精力 相对多一些 但你毕竟是刚毕业 所以你要跟他讲 就是说销售是锻炼了我 对产品的认知 然后与人的沟通能力 说服能力 就这些都是做好一个培训师的 也是基本的 内容取胜 一定要靠内容取胜 因为你的活力 没有那个小妹妹 这个energetic 我的活力有的时候是放不开 我要是放开了 其实也挺活力 那就行 我只是说 我只是一个担忧 我不是在质疑你 我只是说 担心他们会有老板做出 OK 慢慢走 你就爆发出你的力量就行啊 不是真正的乐视 真正的乐视 对对对 就是培训师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能力 然后你那个鸡汤啊 就找一些有感染力的 感染力的鸡汤 人生不义 难为他 难为自己 对 可以 让我们掌声有请徐璐 王强 好 带我来 可以走吗 自己可以走吗 可以的 好的 谢谢 抱你上来的爷们是谁 我老公 土耐老师应该见过 对吧 我一般都不记得 女当事人的老公 长什么样 我们先做一下 简短的自我介绍 徐璐先来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徐璐 正如大家看到的这样 我是一个行动上 有障碍的女孩 人称我是讲师界里面走路最慢 却是提高成绩最快的老师 同时呢 也是销售界里面 最懂心理学的销售冠军 还是我们这个文学界里面 最具有颜值的才子敲家人 今天呢 我最想求职的岗位 是培训师相关的岗位 好 王翔行走的独习堂 对 大家好 我叫王翔 今年23岁 来自咱们美的的槟城 哈尔滨 大学学习的商务英语专业 平时的话 会做一些雅思口语线上的 这些教学 美国制过教 自主创作业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穿得了高跟鞋 再也踩得了平底鞋 今天来到这儿呢 主要是想寻求一份培训师 或者是其他一些 适合我的岗位 谢谢大家 可以坐来吧 你可以坐一下 妈妈你再抱一下 这个老公真好 真的 他老公还那么帅 好暖 对 绝对好暖 好男人 给你点赞 就是我老公 我特别的感谢他 就是不管我干什么事情 他都觉得我是最棒的 就是在这个舞台上 不管是我上台也好 还是下台也好 不管是我真正的 赢了也好 还输了也好 他都觉得我是最棒的 所以我觉得 来自家人的支持 让我非常的自信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我是很幸运的 我觉得应该是 他太太足够优秀 才能够长这样的男人 这样的付出 来我们先让两位导师 说一下推荐理由 徐璐同学 他自己的文才和口才方面 都不差 刚刚啊 这个杨荣奇小姐姐说 我啊 经常包庇学员 你放心 我会一直包庇下去的 好 希望各位老板 关注我的学员 关注主播不迷路 主播带你上高速 我不包庇学员 但是王强确实是在性格 尤其是他在这个大学期间 有创业的经历 有做这个销售的经历 也有做讲师的经历 这个也有做内容的经历 所以呢 他的这些经历 其实都给像培训师这样的 对吧 要求综合能力的 这样一个职位 而准备的 一会儿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好 看到王强是一个特别可爱 活泼的女孩 跟王好像就是 从形容上来说的话 应该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 气势上一点也不输给他 虚弩的腿是怎么回事 我的腿是有 支带型肌肉一样 不良2A的病症 多少年了 从多大开始 七岁开始的 目前世界上 无法治愈的病症 还好有个老公 做你的双腿 说说你老公呗 我老公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男士 他也是在一家 教育集团里面 当市场总监 然后他在我的成长道路上 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也是我的身体上 照顾我的人 也是我心理上的导师 而且他还是欣赏我的人 刚才有个女人问 说为什么她会这么喜欢你呢 第一颜值高 第二很优秀 第三很有才 是这样吗 我觉得你最重要的是自信 我说我问一句非常现实的话 你要这样抱他一辈子 我已经抱了三年了 对我的意思是只要抱一辈子 可能还不止三十年 可能是六十年 几十年后他身体 我还能抱得动的话 我继续抱 如果他抱不动的话 那我们就是 可以供别人来把我们抱 可以生个孩子抱吗 我们已经有孩子了 不是 有孩子了不起啊 我们已经有孩子 我们都有孩子了 我的孩子颜值特别的高 用手回颜值了 你真没劲 祝你们百年好喝 请说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背景资料 当我做我的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当时是刚刚大学迷 非常的迷茫 你们也知道 这种身体情况 肯定是特别的自卑 然后那个时候 在我生命中 特别重要的一个人 就是现在的 就是刚才那一位我的老公 他告诉我说 如果你能够做到 就是销售的工作的话 那么你可以胜任 所有的几乎大部分 非技术类的这种 就是工作 所以呢 当时我就特别的喜欢挑战 我就做了这个电话销售 结果呢 我第一个月 达到了12万的业绩 成为了新人的校官 这下看不到颜值了吧 可能在电话里 也能感受得到 因为我的声音 可能就是在电话里 特别的甜美 那我要是打电话 不是销售业绩更高 图内老师肯定 这一方面很优势 但是跟我 我也做过十年销售啊 那说不定我以后 也能做到这个位置 我延迟没你高 你继续聊吧 第二张 然后第二张 就是这个是我目前 做的直播老师的工作 我现在做中考直播的老师 在我们这个公司 是四千多人 然后我做到了明星讲师的职位 第二个图片 你可以看到 第一张图上面 是我在大学里面 给这个大一的新生 做一些心理的辅导的工作 然后呢 也会被天地市的一些中小学生 邀请去做一些心理的辅导的工作 因为我大学里面 也辅修了心理学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呢 是我在大学里面写的书 因为今天是职场内 我特别的不想太多 太多于强调我的人生的经历 那个时候的颜值 比现在好一点 是吗 现在明显脸大了很多 是吗 然后它这个是 但是这竟然掩盖不了我的光芒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大一的时候的这个演讲 然后我获得了全校的第一名 我感觉到非常自豪 我们今天不只要讲 是我们招培训师 讲师跟培训师还是有区别 你做过培训师吗 没有做过 但是我未来的五年的规划 我就是想往这一方面 那你能培训啥呢 首先我觉得应该了解 这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 对 你要求多少钱薪资吧 我现在的薪资是一万二 然后我现在就是 如果有更好的学习平台的话 我想就是一万家 就是以上这样 底薪是吧 对 茂妹的问一下 你老公挣多少钱一个月 他一个月三万多吧 其实你可以不工作了 你何必这么辛苦呢 没有 我觉得一个人 人生价值就是 哪怕这个人第二天要去世 就是一定要 明天都要死 今天还得干活 对的 为什么 人一定要活得有价值呀 为什么一定 我这么年轻 我除了腿部方面 我还有其他很多方面 都是可以工作的呀 对吧 我是用大脑工作的呀 对不对 但是徒老师的颜值不行 徒老师的那个发际线不行 颜值不贵 就觉得就是人活着一定要有价值 好 行 那接下来你休息一下 我跟他聊一下 好的 那您小本上记得什么 我觉得 其实他的人生中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对 那么我也有我的故事 那你说说你对于读鸡汤的理解吧 为什么说自己是行走的鸡汤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平时遇见的人 还是说发生我身上的事 我都习惯用鸡汤的方式去表达 比如呢 比如说我今天来这舞台上 我可能就是说告诉我 我们先考你一下好不好 行 我们考你一下 我们这样好 我们考你跟杜茨健老师 你们两个分别来讨 看看你们到底谁是鸡汤王 行 行不行 好 我来提问题啊 是令 每一个来到你生命当中的人 或者发生的事 都有他发生的必然 以及他必然的来到 那这个人今天我留不住 也许我以后也抓不住 所以今天我放过了他 也撑起了我自己 好 实力 今天的类似不过证明 你昨天的脑残 但是大家会交出明天的官吧 哦呀可以啊 来好 接下来啊 失业 失业了 我的家庭并不富裕 我的背景不够优秀 但我总相信 有一天 我会闪亮地站在这个 我想站在的舞台上 因为千里马之所以 可以被伯乐发现 它本身就是千里马 所以我就是那匹千里马 谢谢大家 在这个惊醒的世界上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是孤胆英雄 当你成为英雄的时候 你身上必须留下一些 失败失业和挫折的三八 它将是你人生的勋战 哦 太棒了 好 第三个 是名 曾经上天给予了我一双 可以看着光明的眼睛 但是今天 我却不小心将它失去了 可我从不后悔 因为我曾经拥有 谢谢 当我看不见阳光的时候 我更多的精力去看人性 看内心 好 最后一个 失忆 我很庆幸我能来到这个世界 我也不遗憾 我带不走这个世界什么 因为我真真切切地在这个世界里存在过 来 失忆 无论是记忆还是失忆 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别处 有些事让它擦掉吧 失忆也好 万确也罢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把失恋 失业 失明 失忆 放在一段集团里 给他思考一些 我来 来 就他一下 你今天遭遇的所有的惊心动魄 都不过是明天的过眼云烟 这如果能辅咱们的直见老师 我就是他赢了 对 你服了是吧 对 我服了 好 谢谢 这个行为我鸡汤机器送他了 好好好 一来一往对应得不错 而且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他懂得适当的示弱 其实在这一点上 是蛮聪明的一个举动 23岁啊 你比徐璐要小一些 刚刚徐璐说了他的经历 你觉得如果做培训师 你比他优于他的点 是在哪 首先 我确实是在培训师这个岗位上做过 有实际的超过经验 对 这是实际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他说的都是比较空虚的东西 你觉得你们俩谁颜值高 这个问题绕不过去的 肯定是我 你颜值高 我颜值高 对 真有自信 你比他优于 这也算 是不是 我们人多力量大 对 是吧 嗯 其实我想说刚才 陆姐说过的所有东西 所有的东西 我都在内涵里 我都有 等一下 你还在沉 内涵不是 好样的 首先我想跟着一下 内涵不是用嘴说的 对 但是我确实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 我呢不仅是在学科上经过 说培训其他人 包括企业里员工的 就是说每天上班或者什么的 这些员工的精神 我也来培训过 对 那其次的说 就是说我的 在性格上 我更开朗 更阳光 对 无论你什么样的人 你悲观也好 你不喜欢这个世界也好 你想去死也好 我都可以拯救过来 我想反摸你一点 你觉得阳光这一块 我觉得我比你更加开朗阳光 如果你站在我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你不见得有我现在的阳光 但是我是从以前的 特别悲观的状态 变到现在 你可能从一开始 都是非常悲观 对这个世界充满幻想 充满渴望 因为我身体上 有一些不开心 你怎么知道我一开始就是 没有悲观的时候呢 没有特别绝望的时候呢 对 我也有悲观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比你更有优势 如果你真的表现好的话 结佳们会看到你的表现 而不是要你自己去展露头脚 你说你上下巴 有员工培训 其实我也有 我虽然说腿不方便 但是我可以借助电脑轮椅 我也可以借助我的人力 但是我觉得陆姐 应该认清一个现实 就是说我们现在 无论各大企业 我们对于各自的形象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真真切切 直观展现的你面前 而不是说你要听过我 讲过了 这小姑娘经历了这件事 然后变成这样的 我好钦佩她 我好同情她 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上升级上 你可以提一下吗 首先呢 我得反驳一下 今天我跟大家 有没有说过太多我的经历 没有吧 我也没有 因为今天是职场 我没有跟大家说太多我的经历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企业 要员工也要有形象 对不对 对 我觉得我的形象非常的好 大家认不认可 我也认可 首先如果一个企业 如果要真正地发展成一个大的企业 一定是多样性的 包容性的 所以我认为我的形象是非常好的 如果站在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从这个外观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的腿没有你好 但是我觉得我的形象比你好 中平竞争的 不想以个人经历来获得别人的同情 就我们都是想要应聚的人 都是想要竞争的人 就无关于其他了 你刚才说过 你对培训师这个岗 也完全没有经验 零经验 但是我确实有过这个经验 我确实是真真气息 站在员工面前 那你在这个经验当中 你跟同事比较再来 现在你们俩中间 我感觉压力很大 你说你要经过 还继续呢 你们俩是真插不进水 泼不透 不是 那个图雷老师 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个事情 比如说我们俩站在这 直观上面来讲 我不希望大家说 对 不是说一样的心态对待我们 我们都是健康人 我们都是正常人 对 对 大家要凭实力来讲 你们俩都比我们要强势 其实你俩同情同情我们 好不好 因为刚才在底下的时候 这位美女告诉我说 我觉得你不应该来应聘 你应该来这个人声 不设限 这个 你跟我讲 说一个企业非常追踪形象 我觉得我形象挺好的 没有这个问题 我从来不喜欢语言上的攻击 我只是说站在每个人的角度上 就是说用自己的签身实际去说话 我们一直在这个舞台上 针对于所有在身体和普通人会有差别的人 我们都讲就是特别关注 但是公平对待 我们都有 好 这个话就到此为止 好 他要一万块 你要多少钱 5K 就你要他一半 对 这是一种策略 还是你真实的就要怎么 我真实的就是这样 完成 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无到有的 所以我不希望 你有经验 你一下就一万八万的 我不需要这样 哎呦嘴声快呀 你你们俩吵得15个老板 都没词了 插不进去 所以他们俩之间 还真的不是简简单单的交流 他们是真的对青青的这个岗位 以及对方有一些不认同 那我就想问一下 一个讲师或者一个培训师 这种极强的好胜之心 好吗 我觉得作为培训师这个岗位 他有旺盛的表达欲 然后他有这种强的好胜心 在基本上来说 我觉得跟这个岗位是匹配的 我反对 本来他们在这个争执过程当中 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加分项 谁抢到谁赢 没抢到全输 你们没有对大家有用的证 只是在两个小人格里面 不是在试验 不是在培训这个足语上面 还是足语之外的 所以今天晚上 今天这一场 你俩全解决 我觉得刚才两位的 那个辩论的过程 你们都犯了一个 培训师的忌讳 就是你没有观察 周围的观众是在听什么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从刚才你们的表现上的话 缺乏职业的感觉 而且就是分寸有点过了 你知道吗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非常喜欢你们两个 非常自信 不管是说自己的颜值 自己的学识 但你们后来的分寸 真的有点过了 其实没必要 稍微的离让一点 稍微的夸奖一下对方 你们的这种气质 会抬升很多的 有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自我情绪管理 如果你自我情绪管理不好 你怎么在一堂课当中 你去关注到你的受众呢 对 说句实在的 就控制情绪这点来说 你们很多人也做得不好 如果没有我拦着 你们也很多人吵起来 我们上手 但是今天 今天是招的培训师 的确是吵得差不多的时候 应该注意一下外面 如果你一个培训师 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吧 非得为了抒发而抒发 对吧 一开始王翔不应该 就这个点来去打击徐路 这个是不应该的 老师你有点误解我了 我从来就是说 包括台下到台上 我都没有说 言语去攻击他人的那个异象 大家看到的 我们展现都是想说 职场上 不相信眼泪 我们都想要一个目的 我们就想要这份工作 你到现在还辩解 你没有发现 其实你的言语 已经激起了对方 甚至情绪上的不舒服 但是我要对王翔说一句 大家这个 回一下整个过程啊 其实王翔作为一个 明年才毕业的大学生 他在现场先是谦让 后来才绷不住了 情绪才起来 我要为咱们徐路说一句话 全场吵架 只有一次跟观众的互动 就是徐路的说 大家觉得我美吗 觉得我是不适合 然后全场鼓掌 我认为这个 是做一个培训时 带着情绪 还重要的 其实两个人 都是好生心吉祥的人 其实我是想表达我的见解 没有发现情绪 因为在场上的时间 是很短暂的 他没有办法说 完全地把你的那些东西 展现出来 一个要五千 一个要一万 来第一轮选择 如果对两个人都不感兴趣 请灭灯 反之请留灯 还有实展 谢谢老师 谢谢 来 问一下老杜为什么也当案 你本来是要招培训师的呀 对 我特别需要这样 口才伶俐的人 但是两个人定力都不够 然后心目中 没有听众 没有观众 这个是对我最厌弃的人 行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 录你先来吧 第二 要等着千让嘛 我的才艺 我这一次没有准备才艺 然后就是 我的才艺 我没准备才艺 不是 因为刚才我那个PPT 其实也就是我的才艺 好 那你的才艺是什么 我想让大家更直观地 感觉到我的激情 我的向上 带来一段即兴舞蹈 舞蹈 对 你准备就站在徐璐面前跳吗 她不会认为是一种挑衅吗 陆姐 陆姐其实是蛮欣赏我 蛮欣赏你 对 她们俩还有一个能力 就自己特别能夸自己 对 因为在台下 其实我们也在说 因为都是女孩 好 那你们俩先拥抱一下 再跳舞吧 你看 女人嘛 跑得快 跑得也快 我给你当抬起 好 你看 哎哟 得罪谁都可以 不要得罪女人 来来来 来 音乐 来 来 听不羞的 那这个人 我来说 看 我来说 你里面 离开 好 我来说 培训师在培训的过程当中 偶尔舞蹈 应该是还是加分的 非常好的 应该是吹拉弹唱 但是我们的岗位是一样的 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俗话说 酒香不怕巷子深 在职场当中 应不应该向上级 邀功呢 反正我是属于 比较低调的那种人 我觉得应该 不邀功 不邀功 那我意思就是不刻意 让老板自己发现 那你的意思是说 意思就是说 不能自己吹自己 对 就是一定要实打实的 你今天吹自己吹的还少吗 光颜值的问题说了十遍 而且尤其是面对我这样颜值低的人 你这样好吗 其实我觉得我说的根本都没有错误 因为美人在鼓不在鼻嘛 对吧 所以我说的没有问题 行 来 她听得很爽 来来来 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其实分两面讲吧 如果这个任务是你跟你的主管一起完成的 首先要去说主管的他的那个 就是说功劳 然后再去说 我觉得辅助主管怎么怎么样 如果说要是说你单独的话 然后跟老板的关系又不是特别的那种 怎么说呢 特别亲密的话 我觉得没必要说跟特意的去跟领导说 领导我今天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没必要 因为你如果真的努力了 你真的做的表现好了 领导会看得到 我觉得在职场里面还是需要把你做的突出的成绩说出来的 因为不是你每个领导 尤其就是级别给你差很多的人 他真的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或者说你的亮点在哪里 这个分为两种情况 就有一种情况呢 是你该干的工作 你做到什么程度了 或者完成的怎么样 你应该跟你的上级说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不是你该干的 但是呢 你却做了对企业有帮助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让你的上级知道 这样的话呢实际上给自己更多的提升的机会 如果你一旦要呢就变成要了 我是觉得你应该通过你的方式 怎么能让领导主动给你你想要的 我认为宣传和要其实都没什么不好 但是呢 邀功有的时候在职场上 它代表着不是你的 但是你说成是你 这个不可以 对 我觉得 这才是我觉得正是这道题的核心 有邀功 因为正常的你如果你的付出 你一定会有相应的一个得到的回报的 邀功其实就是会把别人的劳动 可能你把它变成自己的 然后所谓就呈现上来 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邀邀功吧 两位在第二环节最后的时候 给自己做下宣传 也算是邀功吧 我觉得如果各位企业家选择我的话 我会有更多的正能量 传递给各位的员工 然后大家会有更有 邻居力和相信力 而且呢 我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强 适应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 我相信员工在我这样的带领之下 也会更加的有力量 谢谢大家 我觉得每一家不管是上市公司也好 还是小型企业也好 他都需要每天有源源不断的精神力 然后他的激情 然后注入到进去 如果你需要 而我正好有 谢谢 我觉得作为培训师应该有特别好的 一种演讲和精神的状态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正能量 是在王强的身上是浑身散发的 这点是非常明显的 作为一个培训师也好 作为一个主持人也好 他不仅要自己能表达 自己能说 他还重要一点是 在一个场子中 他善于矮化自己 能够把自己放得更低 刚刚我们看到一个细节啊 所有的发言的时候 王强每次都说 你让陆姐先说吧 陆姐说那好 其实我们知道 先说的人是有劣势的 但每次许陆都接受了 都同意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能够矮化自己 这种谦让 我觉得不仅能够前台表达 这是强词夺理呢 怎么就是 我没有强词夺理啊 真是这样 怎么不是强词夺理呢 你看 人家这么做就是 就是矮化自己了 就是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的谦让 我就是也 其实也比较喜欢 表现自己的一个人 就是这样 我一定要强调一点 大家不要因为我个人的 对我个人的反感 影响了我的学员 一定强调这一点 除了 他在找你的责任呢 这事啊 每个人对于任何一个人的 细节表达 都有自己的认知和判断 在我眼里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品质 张总 你和我都应该学习一下 好了 接下来 每一位亮灯的企业家 拿出你们的题板 写出自己最满意的那个名字 王强 王强 谢谢老师 为什么 就像一开始 其实我对你们还是很感兴趣的 口才各个方面都没有的挑剔 但现在我有一点隐隐的单约 年纪啊 社会经验啊 如果拿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企业里来讲 我觉得你们hold不住 谢谢老师 hold不住 张萌 王强 谢谢老师 有了徐璐第一票 你一开始选的也是徐璐是吧 不是的 我一开始选的是第三个选手 只有我一个人选 因为什么呢 我通过他俩的表现 我觉得还真的是 我开头那个选的挺对的 那个估计学数学的 一直在做数学 会很安静 你不知道你就是一个最不安静的人吗 所以我需要安静的来弥补我的缺点 就是你要把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 对 那个王强呢 我很奇怪啊 今天被选了这么多 我还挺替徐璐打抱不平的 如果你所有的人生全部都是鸡汤 而你自己并没有像徐璐一样真正践行 你也并没有深入的了解鸡汤背后所意味着什么 对吧 为什么杜子健老师能说出哲理 因为他老人家什么都经历过了 他受了遍体鳞伤 还有这样的思考 而你没有经历过 你就在跟别人讲鸡汤 没有人会信的而且你还特别乐中于鸡汤 嗯 你不喜欢充电 其实你不喜欢深思 这个对人生来说是很致命的 好 来我们继续看啊 曾花 王强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王强 我这个变过 变过 对 因为我感觉那个王强是 我换一个词啊 回应一下厉总是年轻 所以他改变和成长的空间更大 然后呢 徐璐选手呢 给我感 让我感觉是有刺 这个改变起来有点难 我我我变了 如果我是做那个普通教育这一块的话 我会两个人我都 我都想选择 但是因为我是做的是高等教育这一块 所以相对比较来说 王强更适合我们公司 对 潮信 都不选 我也变了 王强 那我先讲一下原因 其实徐璐你刚才你的文章 跟你那个书写的都非常的优秀 我们说实话 我们上场对你抱了很大的期待 但是你身上会有很强的攻击性 你不接受任何的别人 对你有一点点的疑问 记住这是疑问 你可能会把它当成质疑 包括实际上他们俩在那个司的时候啊 其实说实话 先发箭的时候 先发箭的是徐璐 其实我想说一句 我为什么会这么强烈的跟他讲 因为呢他就是 我想跟他讲的是 我这一次真的是没有把自己当特殊 我是真正的按照职场的这个角度来 我们是公平竞争的 那是你们台下 所以你把台下的你们俩发生了一个小的故事 拿到你把那个情绪带在了台上 所以你今天整个都完全败在自己情绪上了 但是老师 我跟你讲 因为他台下的时候说 我根本都没有 徐璐 我告诉你 徐璐 你最大的败笔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在台下 刚才在台下 你把台下的事拿到台上来说 人家会觉得你小肚鸡肠 觉得你太尖锐了 因为是我们看不到的 更不仅仅是这样 而是你两次还要反驳 对 我没有再说 他说的特别你应该听进去 就是说你不要把任何边对你的小伤害 当成心中挥之不去的事 我特别想请你多想一想 你的老公平时跟你在一起 他容忍了多少 你不饶人的对别人的那样一种状态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为了他改变你自己 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好 谢谢 来我们有请你的导师上台 我在今天舞台上最感触我的就是您的爱人 然后最后我也送你一句心灵鸡汤吧 爱他就是你的职业 失恋就是你的失业 有他就是你的光明 失忆就是你的失明 谢谢 去把他爱人请上来啊 你们三个人一起走啊 好感动啊 好温暖 我非常的勇敢 然后迈向了这个舞台 我觉得首先我能上台 我就已经成功了第一步 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就是落花而逃 就是总算达到了我的愿望和目的 对吧 来同志们我们回来了 来来来来 慢点慢点 坐坐坐 说实话 咱们这组就是两个人都都是就是寄生于何成亮 这两人真的都挺合适 然后他呢就是一张白纸可塑性强 咱们呢就先 对 然后你薪资要的高点 你看人才要四千 剩下来的这六盏灯 请你们写上薪筹 谢谢 赵小叶 四千 北京哈 四千 五K 六千 六千乘以十三千 好 四千 也是北京 上海 五千 这个是上海 灭掉四盏灯 留下两盏去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有请曾花 任东白 谈钱不上感情 都是六K 要加吗 这边可以再稍微加一点 加多少 七K 你看 你看他坐地起架了 非常好 是我的风格 你开始不是说五千就够了吗 对 但是要考虑在北京这块的消费 你开始说的也是北京啊 考虑到了 还是现在已经把对付手给干掉了 现在要涨钱呢 对 除了老师说的都得 你看 非要借 非要借我的嘴说出来 我这张嘴贱的 你看 来 加吗 王强 其实你的表现很好 但是因为你对行业不太了解 你过来还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好 这边还加吗 这边 这边有可能哦 我能加五百吗 瞧你给见的 我跟你讲 每个人想的不一样啊 但是反正人家OK啊 就每个人思路不一样 你也别轻易尝试 就是他在老板家里 人家是人才 他网七万要 可能有任何给 考虑十秒 做出最后的选择 这边是 铁甲网 这连你连名字都不知道 斯凯乐 铁甲网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斯凯乐 去吧 希望你能在斯凯乐 户外得到自己 想要的工作 然后为斯凯乐 户外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